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大衛sir one man show 跟大家談談最新的新聞 我們看到美國拜登政府暫緩供應武器 有些老美的媒體說 跟耳朵的關係是前所未有 不知大家信不信呢 節目開始時請大家訂閱大衛sir的頻道 留言、點贊、分享、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我先說我的結論 我當然不相信 怎麼會這麼笨呢 這次我們看到一份叫做 老美的政治報 在5月8日表示 美仔和耳仔的關係正在達到 前所未有的緊張程度 這次令到耳仔深感挫霸和不滿 不單是老美叫停軍緩 也在老美的官員私底下向媒體偷跑 好,這一個消息 事先告訴他們 有一名匿名的美國官員 與大諷刺反駁 乙方的怨言頗為可笑 只是耳仔官員最早向老美媒體示露風聲 但也有批評的人士認為 美方表面上作出表態 實質上仍然是偏坦這個國家 那怎麼看呢 我自己對這件事 看法很簡單 你是不是真正暫緩呢 這個時候暫緩有用嗎 對於整個局勢 會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嗎 是完全沒有的 看回頭 如果在幾個月之前 對於耳仔 老美應該就停止 供應所有的戰機 以及大量的彈彈 這方面如果他骨骰時做了 我就相信他是有誠意的 也可以看到 在上個月底的時候 也觀察到 老美在做一個打包的法案 將TikTok包含在內 另外 也對耳仔 烏仔 甚至是彎彎地區 你可以說整個亞太地區 是給出軍事援助和款項 去支持怎樣對抗 那時候的金額 我們看到一點都不少 你現在說不給 其實要幾個月後才完成 我相信拜登自己想 應該都搞定了吧 我給足夠資料給你 現在是最後一步 你要動手 搞定他們 這一刻 是最重要的一刻 我相信你一定搞定 資料我就給了 你自己也派了100架左右的坦克 你自己想進去的地區 那即是怎樣 那你說我現在不給他 有沒有用呢 是完全一點用途都沒有 那既然是這樣 老美為什麼這樣做呢 就是為了去脫離關係 我已經搞定了 我不再給了 你們這些學生 不要在這裏搞一陣子 我已經按照你們的需要 去做了一件事 這件事 你們好好回家想清楚 我已經按照你們的需求 不再動手了 那你說 這一件 這麼骯髒的事 是不是代表老美改過自身呢 那絕對不是啦 還有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次老美就表示了 就在上個禮拜 拜登就決定 臨時推遲 輸送一批包括 1800枚的 2000磅的重量級炸彈 還有1700枚的 500磅的重量級炸彈 在內的軍援 推遲了 但是這個推遲 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推遲多少呢 有多少已經出口了 我相信 已經有不少 已經落入了 耳仔的家園那裏 他們現在動手在打 你不要說玩什麼 如果老美真的要制裁 真的要動手的話 其實 你的工具箱裏 還有很多資料 就算連土耳其 都在禁止糧食 出口去到耳仔 那你說更重要 這次我們也看到 耳仔的一些官員 好像很緊張 就派出很多官員 或者很多稅客 就要求老美解釋一下為什麼 其實這個 只不過是一個唱雙王 沒有任何價值和意義 華盛頓日報 華盛頓郵報 華盛頓郵報 在5月8日的時候 亦都說到 有兩名不願意透露 聖明的外交官 他們說 老美在上星期 決定推遲 運送一批 軍事援助之前 老美和耳仔的官員 是進行了一系列的閉門對話 其中有一名外交官就說 耳仔對美方表達了深深的挫敗感 而且就老美的官方私下 向媒體傳達這一未公佈的消息 就表示震怒 這一場戲 玩得不錯 如果我相信老美 我就愚蠢了 好像處境所說的 黃蓉廢懶準 這班傢伙做這一場戲 就以為可以騙到全世界 其實全世界都知道 你怎麼會去放棄你老爹 你老爹叫你做什麼 你就一定做什麼 你說有抱怨和表示憤怒 我就完全不相信 老老實實說 有些事情 就可以說 但是就不可以做 有些事情 就可以做 這個基本上是國際慣例 你現在吹到這麼癢 那代表什麼 就是你只把口說 其實要運過去的 早就已經有了 還有你對付的 現在大部分都是 手無寸鐵的人民 不是一些軍事組織 現在的外圍不斷攻打 到時候的結果會如何呢 我們都看到 加勒比海那裏 有不少的國家 就已經支持巴勒斯坦 最重要的是 全球的大學生 幾乎是 完完全全站在同一邊 雖然我覺得 人多不是代表人 但今次 很明確地 是 這一班大學生 做出正確的事 既然是這樣 老美做多少事 都沒有用 拜登你以為 可以稍微舒緩 都沒有用 我相信 過沒多久 一定會有更多訊息 根據華盛頓郵報說 這些外交官 即是耳朵那邊的外交官員 就很極力反對 老美這樣做 說這個 將會在一個關鍵時刻裏 危及正在進行的 有關加沙地帶 臨時停火 以及 被扣押人員協議的談判 喂 你不是在動手嗎 你所有坦克都開進去 而且關口都停在那裡 不讓他繼續向南走 當然 埃及也不會開關 你現在去到 你代表什麼 你說要和談? 你說要釋放被扣押的人子? 你在這裏說 你不要當我們思覺失調才行 老美的官員就說 他又不同意這個行動會阻礙談判的說法 而且在5月8日 就重申 耳仔和巴仔的抵抗活動組織 可以 而且應該就老美 卡塔爾和埃及調停人 提出的協議達成共識 嘩 老美 你有沒有搞錯 你這場戲 未免是做得慢了很多 你現在再做 其實半點意義都沒有 所有的裝備 包括F16 包括 我們看到的坦克 包括所有的彈藥 包括所有的支援 都已經去了 這次的整體行動 其實我們覺得 無論你 耳仔的官員說 拜登這次的決定 是怎樣沒有道理 他的說法很特別 因為他說 耳仔到今時今日為止 一直沒有在 加沙的南部拉法 展開老美 警告的大規模地面行動 一百兩坦克 不是大規模行動 這個 大家知道 真的是一場笑話 還說 老美說 希望 我們限制行動 避免大規模的入侵 耳仔已經這樣做了 但是 受到懲罰 又在裝可憐 這件事 其實對於我們一些 正常 懂得思考的人 或者有小小腦 小智慧 我們都知道 這個只不過是說的 大家知道 老美和耳仔 在聯合國裡面 說得多威武 一時就串這個 一時就串那個 然後一路去提 10月7號 之前的事情又不說了 那麼 以色列的駐老美大使 麥克爾 奧倫 就說 我們不應該受到懲罰 另一方面 Political 就很特別 就是政治報 就在 5月8日的下午 剛好 華盛頓郵報 和Political 兩個 報章 或者雜誌 都在說 喂 你又對耳仔 怎樣怎樣 這個傳達的訊息 未免給我感覺到 有點巧合 他說 就老美 和耳仔的三位 熟悉過去 24小時的 討論情況的消息人士 報道了耳方的不滿 大家是不是覺得 好巧呢 竟然差不多同一時間去做 這段時間 我們都看到 耳仔已經開始行動 這次的行動 我想 不到黃河 心不死 我就希望大家 加大力度 對於老美 進行更多的行動 應該會比較好些 我們看到現在的黃人都沒有出聲 安靜到 有螞蟻走過 我們都聽到 螞蟻走過的聲 為什麼這麼安靜呢 大家看到 這班人 其實 是不是真的支持 所謂的 民主自由人權 完全是流的 這次 亦都是強調 Politico說 美爾的關係 正在達到 前所未有緊張的程度 又表示 耳仔感覺到老美 允許自己被 哈馬B 宣佈同意 停火的趕法 蒙蔽之後 局勢已經非常緊張 哈 這點真是非常有趣 另一個 老美內部的新聞網 也指出 與 耳仔說老美 偷跑消息的指控相反 這是新聞網 最早根據 兩名耳仔官員 提供的訊息 爆出老美 暫緩輸送 對耳軍援的這件事 一名老美的官員 也與大諷刺 對媒體回應 這些耳仔官員 普遍事物 而這些可笑 是因為 這些官員 首先 洩漏了這個消息 即是大家放風 告訴全世界 這件事 又說 你老美的事物 其實 大家打龍通 就是這樣做 你說這是不是敏感的事情 我覺得 不是敏感的 你可以視乎 當年不稀事件 其實是同一件事 對於全世界 我相信大家看得很清楚 而且 今次我們看到 有些人士很清晰 就說 拜登政府 這次的舉動 是過於溫和的 除非是進一步 各自武器供應 如果不是 影響 就不會持久 前美國國務院 政治軍事事務局的主席 喬希寶羅 就說 他在去年辭職 抗議 拜登政府 對加沙戰爭的處理方法 他說 這個舉動 應該成為老美 向耳仔 提供安全援助的政策 發生重大轉變的開端 是不是發生重大轉變呢 我覺得是不會的 要動手 始終都是會動的 他表示 而不是應該一次性的暫停 這樣只能夠亡陽保留 他影響是非常短暫的 有分析的人士說 老美政客曾經多次對耳仔表達 所謂的批判和不滿 這些表態 無一例外 都是煙霧彈 是為了耳仔 地面進攻拉法 轉移公眾的注意力 這一點 絕對是 老美政客 一直都在欺騙全世界 他覺得 我說的事情 你們就要相信 我做的事情 你們會看到 但很多時候 時間 和說話 是不吻合的 你明知可以早就做到 但你不做 你等一切 基本上公義大局已定 你才進行所有行動 拜登生氣不生氣 我相信大家都記得 拜登之前 開了一個短短幾分鐘的記者會 有記者在林傑速的時候問他 咦 你會不會改變對耳仔的態度啊 拜登只是回答一個字 那個字 就是NO NO 沒有 很堅定的 一個人這麼堅定的 說這一句說話 說NO 很簡潔回答 只是代表他斬釘截鐵 我對耳仔的支持 是堅若盆石 甚至 比全世界最堅固的物質 都是比不上 我對耳仔的支持 那又怎可能 這個時候 跟耳仔鬧回答 他哪有錢啊 大哥 他是不是真的 可以放棄一些金主呢 說真的 這次 對於拜登來說 真是倒一大鋪 那整個禁運 或者暫時的禁運 其實都是一些煙幕彈 老老實實說 我覺得 拜登現在去做的 就是盡快和耳仔 表面上撇離彼此的關係 不要令這件事 就越消炎黃 因為 對於老美內部 甚至全世界來說 現在去支持巴仔的運動 已經是 做得 越來越 大量的了 當這個量 達到一個水平的時候 我們看到 包括 歐洲的一些國家 其實已經有警方出動 那為什麼這樣做 其實 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已經覺得 掩蓋都掩蓋不了了 另外一方面 我們看到 法國和我們中國 已經有聯合聲明 對於中東的這一場 這麼悲慘的事件 已經說了 要支持兩國方案 以及希望大家 可以實行永久的停火 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但是西方媒體 對這件事 就不是最少了這麼多 另外一方面 我們看回彎彎 我看到一份報道 其實也挺有意思的 他就說 對於 現在的彎彎的大學生 他們的道德良知 是完全跟老美的大學生 是比不上的 因為老美的大學生 真的很堅持 反霸權 反滅絕師太 自由精神 以及一些理想主義 和老美一些政客的虛偽 投機 自大無知 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 他就舉出 1960年代 反越戰爭的時候 的情況 那時候 就有400多間大學 整個抗議者所運用的策略 都是非暴力的 現在整個情況 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你說會不會有些 軍民之間的衝突呢 我就聽到 慢慢跟我說 其實呢 現在這件事 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因為 大家都是笑笑口 面對著鏡頭 你要拘捕我 就拘捕我 還有 有一點 大家要留意 以 那個 地方 去霸佔自己的地方 那些 行為不檢 類似這樣的 罪名 我希望這件事 就可以解決到 但是 大家記住 不單是用腳投票 是用手投票 千萬不要投給他 寧願投給特離譜 然後 就可以令到整個世界 變換下一個環境 如果不變換 我相信 就會越來越差了 這次也看到 彎彎的學生 有沒有表達支持 是完全沒有的 你看不到有任何的行動 當然我們知道 對於姓賴的該位人士 和姓賽的該位人士 一定一定 不會被這件事 在彎彎島裏面發生 那彎彎島 可以做些什麼呢 其實我們看到 彎彎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的大學 以人均比率來說 是全世界第一的 一個大學生 可以不止考到一間大學 所以 他們那種 所謂 精英式的教育 已經是蕩然無存 還有沒有 我們所謂的五四精神 也都完全失去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彎彎去批評 這一宗耳朵的行動 或者老美的行動 是沒有的 是零的 這次也看到 一篇文章寫得不錯 我覺得 彎彎的大學生 早已經不存在任何理性主義 和批判精神 任何理性批判 都會引來一班 所謂的 胡台神兵的叫叫叫 霸凌 嘲諷 謾罵 現在看到 所謂的 台灣的立法機構的 一些電堂 上面都是一些 跳樑小丑 貪官當道 媒體學界裡面 全部都是老鼠張囊 爐顏尾骨 社會 校園裡面 全部都是一些 無知的台青 激進凶狠 這些人除了會用嘴炮 和咒罵取笑 凌辱中央 和反對者之外 他們其實是一無是處的 如果 你要單靠這些 去打敗對手 不是靠仇恨 不是靠醜化 不是要自嗨自爽的霸凌 而是用自慰 理性 冷靜客觀的分析 這是我一直強調的 以及你的認知 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看到現在的環境 當然我是看中天的 但是你看到其他媒體 是完全零報道 是零報道 既然是這樣 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自己期望 就是統一早日發生 今天就和大家略略談到這裏 記得訂閱大衛常的頻道 如果你失聯了 請你重新再訂閱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